來歡迎您來到李教練的駕訓世界 給您開車上路的標系列 標系列 標系列 在駕訓班學開車 若遇上情緒管理不佳的教練 那實在是很慘的一件事 相對的若有肉咖級的學員教練 每堂陪坐到最後一節課 那也實在是一件無奈的苦菜式 而當學員練車到第五堂課後 教練大概就能看出學員程度了 往往學員與教練之間的互動 是良性正向發展呢 還是糾結的往負面下沉 就從此開始 教練一旦開始練了 學員只會越來越緊張 一緊張就更容易出錯 接連出錯 教練就越念越兇 這樣的惡性循環下來 上課幾乎等同於挨罵 簡直是沒完沒了 因學費繳了 總不能一怒之下 就轉身走人 又不好要求換教練 只能選擇默默忍耐 並且希望課程早日結束 那可該怎麼辦呢 人的一生有戰口 有關口 學開車不過是戰口之一 來 振作其精神激發出加倍的智慧與勇氣來 記得危機就是轉機喔 第一 都幾堂課了 想想第一次被唸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是哪項動作沒有表現好 請教同班學員 看看別人如何操作的 別人能找到方法訣竅 為什麼我老是練不到位呢 第二 上網 尋求幫助 看看有否教學影片 讓影子教練 來解燃眉之急 再練幾遍就會有Fu了喔 快把場內部分練習到OK了齁 喂 從五月起 還有場外道路駕駛考驗喔 趕緊再繼續看 開車上路Fu系列教學影片 場外道路駕駛考驗就靠譜了喔 您預備好了嗎 Yeah auga 好 明星期六 沒有